芙蓉鲤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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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鲤 熟瘦火腿末食五克 鸡蛋五个 调料有 味精两克 精盐五克 料酒五十克 胡椒粉零点五克 还有鸡油十五克 红椒片 姜丝十五克 葱花二十五克 制作的时候 将鱼切去头和尾 鱼尾去齐片开 鱼头去牙 鱼头去牙 鱼尾地 鱼尾地 蒸锅上火烧开 焦鱼入笼蒸熟 鱼肉去皮 将鱼肉拆下 鸡蛋清打成蛋泡糊 将鱼肉拌入 加入少量的鸡汤 料酒 味精 精盐 与蛋泡糊和匀 将一半倒入鱼盘中 上蒸锅中蒸三分钟 再倒入另一半 蒸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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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撒上葱花 红椒 火腿末 姜丝 淋上鸡油即可 也会把汗子断出 符容鲤鱼的制作关键是 鲤鱼不能蒸了太久 不然肉和骨头不易分离 鲜味也大打折扣 它的特点是味道咸鲜 质地鲜嫩 质地鲜质地鲜